中美贸易糾纷再加剧,而由于市场早有预期,即使中国进行反制,市场反应也较为中性。事实上,中美贸易问题发烤已久,加上目前美国只加征百分之十关税,较最初建议的百分之二十五为低,或为未来谈判提供更大空间。 另外,近日投资者也憧憬内地将进一步推出稳增长措施。 加上国务院总理称要为汇率稳定创造条件,均有助提升投资情绪。 不过,美方威胁可能向更多中国货品征收关税,一旦向总值预五千亿美元中国货品全部加征关税, 将对内地经济带来重大影响。现时市况仍以消息面主导,指而作短线部署。 由于预料中美贸易角力于短期难以改善,加上其对内地经济的负面影响仍有待观察,为保持经济增长。 法改委近日表示将加大基础设施领域保短板力度,稳定有效投资。 事实上,今年以来内地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。 于今年首8个月,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只有5.3%,年跌6个月,更创年内新低。 不过,除着中央支持基建投资,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会有所回升。 在低基数及政策扶持下,了基建相关板块具较大炒作空间。 大市方面,贸展及新兴市场危机未有根本性改善。 加上预期美国加息,及近日聚利亚危机升级等,了资金大幅流入的可能性不大。 然而,目前恒指的市盈率已回落至不足12倍水平。 估值再大幅回落空间有限。 不过,再多重利淡因素夹击下,了近期港股只熟技术反弹。 相信大市于短期内只会维持有波幅而没有升幅的格局。 50天线为主要阻力水平。